早安 園芸小婆家Ima Candy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這個蜘蛛非常小巧可愛 卻被我養到這樣子肥肚肚的這個呼蛾草 呼蛾草的夜行真的非常的漂亮 然後你看看它現在都可以 扑扑往下垂的一夜間 下面就會有一小豬一小豬的小蜘蛛 其實像這樣子的虎蛾草通常都是長在灌木蟲底下 或是大樹林裡或是草堆裡面 只要或是岩石縫 只要那個地方是陰濕 然後溫暖的地方 這個虎蛾草就可以長得非常好 但是我把它拿來做盆栽 這樣子可愛的虎蛾草 綠綠的非常的漂亮 一朵朵就像荷花一樣 所以又叫石荷 那一朵一朵的又像老虎耳朵 所以又叫老虎耳 所以呢 這個虎蛾草呢 就是我們古傳統一直流傳下來 對中耳炎非常有效 也就是中耳炎的克星 但是現在經過科學的研究呢 其實它還不如 左手香的抗發炎來的好 所以呢 時代不斷的進步 科學不斷的發達 很多的研究呢 都可以翻新的 那麼這些呢 其實這些抗發炎的這些中草藥呢 都可以讓大家來參考 我們看看這樣子的虎蛾草啦 非常的漂亮啊 它常常是躲在大草木底下 或是石凤中啊 都可以看得到喔 其實每一個很棒的這些 不管野花野草 只要你認識它 它就各個周四吧 如果你不認識它 它就是野花又野草 令人覺得不喜歡的 可是對我來講 我在我這裡呢 個個都是寶 因為呢 我不只會使用它 而且呢 會欣賞它 平日天天都可以欣賞它 植株隨風搖曳 或是它植株葉片的變化 根莖的變化等等之類 你看這個葉片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這個斑紋啊 真是美極了 然後它長出來的長長的絮啊 它就到時候應該再過一兩個月就會開花 我們再跟大家分享它的花朵 非常的嬌悄可愛 這就是一個最棒的自然野趣喔 一個耐英絲的這個植物呢 長在牆邊啊 石凤邊 大樹林下啊 西邊啊 樹蔭下啊 可是拿來種在 噴栽做釣盆 也是會非常漂亮 我等一下就跟大家分享 你看看 嗯 這個我種的兔角爵呢 這已經好多年 然後它這樣子的 的的的的根莖呢 攀騰攀騰騰 然後 你看看這裡也有 這裡也有一株喔 我們把這裡拉開來看看 悄悄這一盆 這一盆好像還沒有 這一盆 你看看它已經植株 已經植到這一盆裡面去了 哇 它都已經長好了 看看 你看看 你看看 是不是很漂亮 是不是充滿了野趣 這樣子的 嗯 火草跟兔角爵 它們就共生啦 在我這棵 嗯 香薄底下 在我的小池塘邊 它就長出一個非常美妙囉 然後我今天準備把它拿一個這個 嗯 之前用的這個 瓷器 然後把它放進來 是不是就變成一個非常美麗的新的植株呢 這樣子的植株呢 就可以擺在室內 它就非常的漂亮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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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這個中間呢 嗯 已經又長出來 其實這樣子的 嗯 火草呢 它的背面呢 是粉嫩粉嫩的紅 讓大家看大片 呃 很漂亮 粉嫩粉嫩的紅 然後呢 這裡是綠的 非常美麗 然後有這樣一條一條的 嗯 嗯 灰綠的斑紋 這就是我們 溫柔又可愛的火草